機車為了躲避右方圍停車輛 變換車道 卻遭後方殺實車撞上 讓機車駕駛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或是駕駛明明在開車 擋風玻璃 卻反射出他分心用手機 沒看到右側機車靠近 兩車擦撞 類似悲劇一再重演 但交通部長王國才 二十號卻透露 正在討論修正祭典規定 預計將踩為罪不祭典 例如罰款在一千兩百元以下的罰則 以及民眾舉罰都不會祭典 讓陸全團體不能接受 駕駛中使用手機 逆向行駛 路邊停車路邊圍停 變換車道不打燈 這些東西都是一千兩百塊以下罰款 直一祭典政策招令系改 從去年六月交通違規檢舉 新制上路出現祭典制度 不到半年交通部就宣布暫緩 路口上下車只罰款不祭典 如今又不排除修改祭典制度 引發批評 看看現行一千兩百元以下罰則 包括機車駕駛人使用手機 為減速慢行 棄機車徵道違規迴轉 汽車臨停違停等 罰款都沒超過一千兩百元 屬於交通部所謂的違罪 就連行川道為禮讓行人 也剛好在一千兩百元以上 那這一個違罪不處罰 事實上在過去我們的相關的 比如說我們的財法系者裡面 也有相關的規定 比如說現在超速10公里裡面 是不法的 在我們處罰條例裡面 基本上就是違規的重大 越重是法越越重了 這個本來就是他的道理 交長認為在道路規劃 還不夠完善前 不宜過度嚴格執法 如何拿捏也考驗交通部的智慧 華視新聞 方安庭公前黃 SNG小組 台標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